大家好,今天是奇幻观察师,我是创风 这是一个毛骨悚然的故事 凶手被人们称为女版汉尼巴·莱克特 她的钻手法极其残忍 以至于让神尼茨然的法官都不幸感慨到 这是一个害人听闻的罪行 几乎超出了文明社会的想象 她就是澳洲历史上第一位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设的女性 澳洲史上最残暴凶杀案的制造者 凯瑟琳·奈特 阿伯丁是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猎人谷的一个小镇 2016年,小镇人口只有1894人 邻里之间都比较熟络,可以说是一个熟人社会 镇上很多居民都在一家大型肉类加工厂工作 这家厂子是小镇上唯一一家大企业 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 不过这家企业在1999年时关闭了 2000年3月1日7点左右 阿伯丁当地警局接到报案 说可能发生了命案 值班警员一听是命案 便立即出警 小镇发生命案可并不常见 邦然来描述 是他老板今早没看到员工约翰普莱斯来上班 就派他到约翰家查看一下情况 因为约翰昨天在公司里和他家说 如果我明天没来上班 那一定是被我的暴力女友凯斯林奈特被杀了 当时大家见约翰说的这么严重 都劝他晚上不要回家了 可他却说非回去不可 因为他女友会对他两个孩子下毒手 当报案人驱车来到约翰家时 正好遇到约翰的邻居 这位邻居看到约翰的车还进在家里 也觉得有些不对劲 因为约翰一向很熟识 上班从不会无故迟到 因此邻居也准备到约翰家一探究竟 俩人在院门口看到了约翰的工作靴 估摸着约翰或许是睡过头了 就使劲敲约翰家卧室的窗户 可敲了半天也没人印 但走到门口一瞅 门附近竟有些许血迹 俩人觉得大事不妙 就赶紧报了警 早上八点左右 警方赶到现场 约翰的房子是一栋三室两厅的红砖房 警员在警所的前门边 发现了报案人所说的血迹 当准备从房子西边的草地 绕到后院查看时 看到草地上停了三辆白色的车 分别是丰田轿车 丰田越野车和福特轿车 福特轿车边发现了一块看似牛排的烤肉 房子后门也上了锁 警员撬开后门一进去 屋内毛骨悚然的景象 让在场之人无不震惊 首先看到的是洗衣房 往里走几步进入餐厅 这时他们突然看到餐厅通往客厅的门框上 有一个钩子挂着一大片东西 这个东西从门框顶部一直拖到了地板上 众人定睛一看 似是一整张人皮 毫无防备的警员们是大惊失色 即使是经验丰富资历高深的警察 见到此情此景也不禁倒吸一口两气 就在大家惊魂未定之时 转头又看到客厅的地上 躺着一具无头无皮血淋淋的人类遗骸 旁边还有散落的刀子和磨刀石 还有一条血迹从遗骸附近 一直延伸到厨房的灶台边 这时大家才发现厨房里弥漫着食物的味道 来到厨房 看到灶台上摆放着一个不锈钢的大炖锅 其中一名警员忐忑地走上前 揭开锅盖 一锅冒着热气的液体上 漂浮着一个没有皮肤的头颅 和一些煮出的蔬菜 警员们强忍不适继续调查 炖锅旁的一个烤盘上 有一些食物残渣 在灶台右侧 有两盘准备好的饭菜 两盘食物是一样的 里面有类似烤牛排的肉块 搭配了一些烤土豆 烤南瓜 西葫芦 卷心菜和一些肉汁 每盘食物下 还有一张撕破的厨房用纸 上面用蓝色笔 分别写着两个人名 是约翰两个孩子的名字 沿着室内的走廊 往东走起步 在右手边 通往前门的走廊上 有大量血迹 尤其是靠近 客厅东边门附近 地上的血液 似乎还没完全凝固 沿着走廊 继续往东走 左手边的房子 是卫生间和浴室 在浴室的浴缸边 发现了一件 血迹斑斑的女士睡衣 衣服上还沾有碎肉渣 走廊上有些血迹 一直延伸到了主卧 推开主卧门 一个女人 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 看上去 是服用了某种药物 导致昏迷 后经报告人辨认 昏迷女子 就是约翰的暴力女友 凯瑟琳·奈特 试检报告显示 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遗体 就是没有上班的约翰 法医估计 约翰至少被刺了 37刀刀之命 身体重药器官 几乎全被切除 警方在约翰家 发现的三块 类似煎牛排的肉块 被证实 为约翰臀部的一部分 从凶手 娴熟的作案手法来看 他应该有解剖方面的经验 但还没有达到 法医的专业水平 很有可能是屠夫 而这个小镇上 正好有不少人 曾在肉类加工厂上过班 至于约翰之前所说的凶手 女友凯瑟琳·奈特 他之前就是小镇上 一位非常优秀的屠夫 那么他真的会向男友 约翰举起土刀吗 1955年10月24日 凯瑟琳·奈特 出生于新南威尔士州 东北部的一个小镇 坦特·弗尔德 他有一个哥哥 和一个大半个小时的 双胞胎姐姐 凯瑟琳家的关系 有些复杂 我们先来捋一捋 凯瑟琳的母亲 巴巴拉的老家 就在列人谷阿伯丁小镇 他和凯瑟琳的父亲 肯纳特结婚前 还有一段婚姻 他和前夫杰克·罗根 有四个儿子 后来他和前夫哥的好友 兼同事好上了 也就是如今 凯瑟琳的父亲肯 当时小镇居民们的思想 还比较保守 他家和前夫家 在小镇上 都属于有头有脸的家族 出北丑闻被曝光后 破约舆论的压力 他和肯一起搬到了外地 他的四个儿子 两个送给悉尼的 一个亲戚抚养 剩下两个跟着前夫哥 但在凯瑟琳四岁的时候 前夫哥因病去世了 母亲只能将前夫哥 抚养的两个儿子 接过来一起住 1969年 凯瑟琳一家搬到了 阿伯丁小镇 父亲肯 在镇上的肉类加工厂 找了份屠夫的工作 隔年 凯瑟琳的父母 又给他添了个弟弟 这样一来 凯瑟琳就有了三个哥哥 一个姐姐 一个弟弟 按说有这么多兄弟姐妹 童年一定过得很有趣 可凯瑟琳的童年并不幸福 因为父亲肯 嗜酒如命 家暴成了家常便饭 每天都会强迫母亲 和他互动十次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母亲一转身 就会将为爱鼓掌的所有细节 视无巨弃地告诉自己的女儿们 最后还不忘向女儿们灌输 他讨厌男人和性的想法 以至于凯瑟琳 曾和母亲之间 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妈妈 我一个男性朋友 想和我发生关系 可我不想 母亲回答道 忍受他 停止抱怨 凯瑟琳后来在精神鉴定时说 他在不满11岁时 就经常被几个家庭成员侵犯 虽然在细节上还有些疑问 但精神病学家 接受了他的这个说法 这件事 后来也得到了家庭的其他成员的证实 其实凯瑟琳从小是一个 十分讨人喜欢的小女孩 她很善良 经常去照顾流浪小动物 可随着年纪的增长 她开始变得孤僻 每当她感到不安和生气时 暴力值就可以爆表 一般小孩都不是她的对手 上高中后 她几乎成了独行侠 在同学们的印象中 她是一个喜欢欺负小孩 甚至连老师都敢打的恶霸 15岁时 还算是半个文盲的凯瑟琳辍学了 她在一家服装厂找了一个裁缝的伙 但她并不喜欢这份工作 一年后 她在镇上的肉类加工厂 找了份去除动物内脏的工作 她认为这是一份梦想中的工作 没几个月她就被升级为剃骨工 并获得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刀具 她引以为傲地将这套刀具挂在自己的床头 按她自己的说法是 当我需要它们时 会很容易拿到 1974年 19岁的凯瑟琳和同事大卫凯莱特结婚了 大卫是个狂暴的酒鬼 喝多了就喜欢跟人打架 而凯瑟琳不仅没有抱怨大卫是个酒鬼 还一心护肤 经常帮着丈夫和人干价 大卫也十分喜爱凯瑟琳这护肤的劲 但两个暴力的人走到一起 也注定了他们的婚姻不会平凡 新婚当晚 大卫在睡梦中 突然被凯瑟琳死死掐出脖子 差点就这么过去了 凯瑟琳为何要三更半夜下次狠手呢 因为凯瑟琳的父母在新婚夜 为爱鼓掌五次才明经受兵 所以他认为五次才是正常水平 而大卫今晚只鼓掌了三次就睡着了 婚后的凯瑟琳更是喜怒无常 可能前一秒还在边走边哼歌 下一秒就拿刀子砍人 有一次 大卫因为参加一场飞镖比赛回家晚了 凯瑟琳不仅把他的衣服鞋子剪碎烧了 还在他刚踏进家门时拿起平底锅就往他头上轮 为了保住小命 大卫跑到了邻居家避难 脸人是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弄得邻居家也是鸡飞狗跳 1976年5月 脸人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 大卫离家出走 去了昆士兰州生活 据说他走时还带了一个老乡好 他的逃跑行为瞬间就激怒了凯瑟琳 他前脚刚走 凯瑟琳就将孩子放到婴儿车上 然后在大街上随意的推上婴儿车 完全不考虑安全 甚至直接将孩子放到铁轨上 自己则拿着一把斧子跑到大街上挥舞 扬言要砍人 幸好 一位住在铁路附近的流浪汉 在火车经过前救下了孩子 凯瑟琳的疯狂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被警员送到了医院 后来他被诊断出患有产后抑郁症 几天后 凯瑟琳出院回到家 又想着找大卫 他举起屠刀 砍伤了一名女性 逼迫其开车 带他去昆士兰州找大卫 这位女性在加油站趁机逃脱 并报了警 警方赶到后 见到凯瑟琳又结识了一位小男孩 经过一番斗智斗勇 凯瑟琳最终被警方制服 这一次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住院期间 凯瑟琳在和护士的聊天时透露 等他一出院 就先干掉一个汽车修理工 因为是他帮大卫修好了车 这才让大卫有机会离开他 等干掉修理工后 再到昆士兰州 把大卫和他母亲都解决了 小护士一听 这还得了 赶紧将此事告诉了警方 为了安全考虑 警方通知了大卫 几个月后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大卫带着母亲回到了小镇 在大卫和母亲的照顾下 凯瑟琳逐渐恢复了正常 经过这么一折腾 凯瑟琳一反往常的暴力形象 变得十分的温柔贤惠 家有贤妻如有一宝 两人的感情似乎也是越吵越深 吵出了默契 吵出了深度 两人复合后凯瑟琳在当地的一家肉类加工厂找了一份工作 大卫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 1983年3月6日 两人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 孩子出生后不久 历史重演了 凯瑟琳和大卫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发 在这段关系中 任何一次小小的争吵 或者只是一次不小心的迟到 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战争 大卫表示 有一天早上他刚睁开眼 就看到妻子坐在床上 拿着刀抵着他脖子 还附带一句 你知道这有多容易 1984年 29岁的凯瑟琳提出离婚 两人结束了十年的婚姻关系 凯瑟琳对外界声称 离婚是因为他受不了大卫的出轨和虐待 他的精神已经崩溃了 大卫听凯瑟琳这么说 也是被气得不行 他说 凯瑟琳污蔑我 一向都是他打我 我从来没有动过他一根手指头 甚至为了保命 每次都是我选择逃跑 凯瑟琳离婚后 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阿伯丁小镇 为了生计 她回到了肉类加工厂上班 后来因背部受伤 开始领取政府的残疾抚恤金 1987年 阿伯丁当地的一名 38岁矿工大卫·桑德斯 被温柔可人的凯瑟琳所吸引 两人迅速展开了一段 风风火火的恋情后 结婚了 坑老话说得好 路遥之玛丽日久见人心 时间已久 凯瑟琳的本性开始显现 经常一生气 就将丈夫赶出家门 气消了 就变回温柔的贤妻 肯求丈夫回家 就这样熬了一年 两人的女儿出生了 凯瑟琳用积蓄和工商赔偿金 买了一栋两居室的小房子 家里的装饰风格很是独特 凯瑟琳会在墙上挂满牛皮牛角和牛羊头骨等物品 墙上会贴一些涉及死亡和恐怖内容的报纸及书籍 屋顶上的装饰有皮大衣 生锈的农具耙子 干草叉 马鞍和麦杆等等 凯瑟琳殷勤不定的性格实在让桑德斯受不了了 他说 每次我们一吵架 他就对我五刀弄锤的 拿铁锤打过我的头 用剪刀捅过我的肚子 我是有家不敢回 每当我鼓起勇气回到家时 就发现我的衣服已经被凯瑟琳剪碎 丢到了垃圾场 有一次我们吵得很厉害 我实在忍无可忍 干脆在外躲了几个月 凯瑟琳居然跑到当地警局 说我天天打他 还让警局对我发出了暴力逮捕令 让我远离他和孩子 我都几个月不在家 怎么可能打他呢 还有一次 他为了向我表明出轨的严重后果 拿刀在这院子里 只有两个月大的一个小奶狗对我说 你若敢出轨就犹如此狗 凯瑟琳就当着我的面 将小狗抹了脖子 还用平底锅将我打晕 关于这一点 凯瑟琳后来解释说 是因为桑德斯在他怀孕期间 踢他的肚子 所以他才拿刀 将后院的小狗给了解了 后来他们还是离了婚 没过多久 他就和一个43岁的男人结婚了 警方查到 凯瑟琳的第三任丈夫 以前也是在肉类加工厂工作 两人结婚后有一个儿子 不过这一段维持三年的婚姻 最终因凯瑟琳红杏出墙而结束了 1993年 38岁的凯瑟琳 刚和第三任丈夫离婚 就和出墙的对象好上了 也就是被害人约翰·普莱斯 约翰和凯瑟琳同岁 在家矿场从事管理工作 他和凯瑟琳是在家酒吧认识的 在两人认识之前 他也曾有过一段婚姻 他和前妻有三个孩子 离婚后 他带着一儿一女生活 最小的孩子跟着前妻 凯瑟琳和之前一样 刚开始时表现得非常温柔 充满爱心 洗衣做饭等等样样都做得很好 关键是 他和约翰的两个孩子相处得也很好 所以他和约翰一开始很是甜蜜 虽然凯瑟琳在小镇上的名声不太好 大家都知道这个女人不是擅长 不能招惹 但是约翰选择忽略这些 执意要和凯瑟琳搭伙过日子 1995年 凯瑟琳搬到了约翰家 两年后两人吵分了 分手一段时间后又住到了一起 1998年凯瑟琳想结婚 可约翰不同意 从此一切就开始变了 那个暴力的凯瑟琳他回来了 凯瑟琳拍下了约翰从公司垃圾站 剪过期医疗包的影片 并将录像带寄给了约翰的老板 诬陷约翰偷公司的东西 约翰成功失去了干了17年的工作 这事给谁沉上谁都受不了 约翰一气之下将凯瑟琳赶出家门 结果没多久 两人又走到了一起 小镇居民无不在风中凌乱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依旧是三天两头吵架 战况也逐渐升级 约翰似乎变得是重叛轻离 很多亲朋好友都不敢和他走得太近 生怕引火上身 后来凯瑟琳认为约翰的房子 他也有份 所以多次提出要一部分房产 约翰则明确地表示 房子是留给孩子们的 此事令凯瑟琳非常生气 凯瑟琳不甘心地对外扬言 你永远无法将我从这所房子里弄出去 我会先把你干掉 案发后 警方立即申请了搜查令 对凯瑟琳装修风格独特的家进行了搜查 凯瑟琳经过治疗 很快就恢复了神志 不过 他在面对警方审讯时却表示 他失忆了 当晚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 只依稀记得 在2月29日晚上11点多 他去了约翰家 两个人一起看了个电视 醒了个澡就睡觉了 睡前还为爱鼓了一次渣 再之后 他服用了两片医生为他开的神经药物 和一些约翰的血压药 后面发生了什么就不记得了 警方通过走访调查后 很快就戳破了凯瑟琳失医的小把戏 有众多线索都说明 凯瑟琳除掉约翰是早有预谋的 大约在案发一年前 凯瑟琳和约翰又一次分手复合后 凯瑟琳曾对他的女儿说 我告诉过他 如果他这次把我带回去 那他就得死了 如果我除掉约翰 我就自我了结 凯瑟琳的哥哥表示 在案发五个月前 凯瑟琳曾说过 如果我除掉了约翰 我将会逍遥法外 因为我会让所有人觉得 我是一个疯子 案发前不久 在次聊天中 凯瑟琳又对他说 我要除掉约翰和他的两个孩子 约翰那个朋友也告诉警方 他曾听到凯瑟琳威胁约翰 如果你要离开我 我就会挥刀淹了你 让你不能人道 在案发一周前的一次争吵中 两人吵着吵着动起了手 凯瑟琳随手拿起了刀 刺伤了约翰的左胸口 约翰跑到附近的一个朋友家 并报了警 他说很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2月27日 也就是案发前两天 约翰的邻居表示 那天 约翰突然跑到我家避难 说他和女友凯瑟琳又吵架了 凯瑟琳甚至都买好了屠刀 而这天 凯瑟琳离开约翰家后 分别向双胞胎姐姐 嫂子 女儿和朋友 展示了他身上的瘀伤 说是刚被约翰打的 2月28日 约翰向公司同事 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他说 半夜醒来 突然看到凯瑟琳 双手背在身后站在床尾 吓得他一哆嗦 从床上窜起来 就逃到了客厅 但考虑到孩子的安全 他没有离开家 2月29日 约翰为了自身和两个孩子的安全 向法院申请了限制令 禁止凯瑟琳到他家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举动 给约翰带来了杀身之火 这天下班前 约翰告诉同事 如果我明天没来上班 那一定是被凯瑟琳给干掉了 2000年3月1日凌晨2点半 监控拍到凯瑟琳开车到11公里外的银行 他用约翰的银行卡 在自助取款机上取了1000美元 然后回到家 洗澡换了衣服 徒步走到了约翰家 同时 警方在案发现场的很多物品上 找到了凯瑟琳的血脂纹 很显然他和约翰之死脱不了干系 3月6日凯瑟琳被指控谋杀约翰普莱斯 起初凯瑟琳并不认罪 后来他提出对过失杀人罪认罪 他的律师以失忆和精神病为其辩护 但法院并不认同他过失杀人的认罪 2001年10月15日 审判开始后不久 凯瑟琳突然没有理由的主动认罪 法庭暂停了审判 并对凯瑟琳的精神方面进行了评估 以确保凯瑟琳的精神状态 是否明确认罪的后果 和是否适合做出认罪的决定 经多位精神病学家的鉴定 他们中多人认为 凯瑟琳在杀罕约翰和破坏遗体时 意识清晰 可以从极度暴力的幻想中 获得变态的快感 而且 从他作案前的行为来看 这可能是一个早有预谋的报复行为 从凯瑟琳过往的经历来看 他是一个极易使用暴力报复 具有恶意占有欲以及残忍的人 他也是一个 急于将自己表现为无辜受害者的人 有关他失忆的说法 实际上并不可靠 无论他是否记得案发过程 都不影响他是有预谋的杀害约翰的事实 虽然有两位精神病理学家认为 凯瑟琳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 但是他在犯案时 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 2001年11月8日 近一个月的审理 法庭经过了多方评估后 认为凯瑟琳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都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 如果让他逍遥法外 他仍然有可能对社区居民造成相当严重的身体伤害 甚至是死亡 尤其是对与他作对的人 这些人中包括约翰的家人 再加上这起案件性质极其恶劣 凯瑟琳又缺乏悔意 法官认为需要给予严厉的惩罚 最终凯瑟琳被判处终身渐进 不得假释 他成了澳大利亚史上第一位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的女性犯人 审判结束后 凯瑟琳被押送到悉尼西部的饮水陈教所服刑 2006年6月 凯瑟琳提出上诉 他认为终身监禁 且不得假释的处罚 对于这起杀人案件而言过于严厉 几个月后 他的上诉被拨毁了 在监狱服刑期间 凯瑟琳被其他囚犯称为南娜 她爱上了编制和绘画 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在其他囚犯看来 南娜是一个富有爱心和母心的女人 她阻止御友们偷窃打架 就像是一个富有耐心的调解员 可即便如此 狱警也从未放松过对她的看管 不允许她有任何接近刀具的机会 所以她一直都是被单独怪牙 如今她已经67岁了 至于她是否真的有了悔过之情 恐怕也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也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